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消息 話說先兩天我們曾經提及過 說宣明會連環爆出了醜聞 有一位女善長叫做Dennis Zhang 她在Facebook上圖文並謀列舉了 她去到非洲國家馬拉圍那樹 探訪她那位助養兒童的一些實況 她就踢爆平時收到那位助養兒童的來信 全部都是清一色寫英文 只不過當她去到馬拉圍見到這位助養兒童的時候 竟然間她就是不懂得說英文 她就奇怪了 到底這封信是不是造假的呢 宣明會在昨天就作出了一個詳細的回應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宣明會是怎樣來鬥呢 其實那個原因 都很過癮 她就說 馬拉圍家庭和那些小蚊子 主要都是以當地的語言作為日常溝通和學習 其實都未必能夠 運用得到流利的英語 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說到這封信 一般會邀請 那位助養孩子的親友 或者是當地的義工來代筆 並且會在信件當中註明 這封信就是由其他人代筆 至於那名助養孩子 也經常會在信上繪畫圖畫 表達出對於助養者的謝意 其實這個解釋也有點矛盾 既然說到當地的家庭都不是說英語的時候 她的親友又懂英文嗎 你不是也是找所謂的義工代筆 只不過這次你就是千萬都猜不到 竟然有一位住在香港的女善長 會千里少少地走到非洲馬拉圍那處 核實一下這名助養兒童的警方 這樣才穿崩 好了 至於這一名的 女善長Dennis Zhang 他有反駁 聽完宣明會這個解釋 他就說 哎呀 原來 平時寫信給我的英文都是假的 哎呀我每個月捐出去的錢 不是說幫助這位助養兒童 去公書教學的嗎 為什麼連最基本的英文都學不懂 他就說 都不是期望那些小蚊子是可以用艱深的英文回應的 但是你至少都懂得說一些簡單的英語 但是當時竟然全程都是要靠這個 翻譯來幫忙的 連同他說句 潮潮話 私人溝通的空間都沒有 他就反問了 到底我來到馬拉圍是有什麼意思呢 聽他這樣說 即是說那個助養兒童 連一些很簡單的英語 比如說Hello Good morning 那些 打招呼那些都不懂 如果不是就不需要全程都靠翻譯來溝通 哎呀根本上就是不懂英文 那你何來公書教學呢 你到底教了那些人什麼呢 還是根本上是沒有教呢 那就真是不知道了 所以這名女善長其實就是做得很好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他就真的去到馬拉圍那處 考察一下 到底當地的情況是怎樣的 一事變之龍與鳳 這個女善長是好東西 有求真的精神 我寫個伏字給他 因為馬拉圍這地方不是那麼容易去的 要轉機轉好多次 那至於女善長Dennis Zhang 他在馬拉圍的 辦事處裏面看到的飲品和零食 即是那些 汽水和那些雷屎薯片 那孫明會解釋 其實相關的食物 是派發給參與培訓活動的社區成員 讓他們能夠補充體力 支撐維持大半天的培訓 為了節省成本 這個宣明會一般都會扣入一整季的食品 這個解釋大家又接不接受了 如果你說要買入一整季的食品 你都不是買薯片汽水那麼奢侈 是不是 當地的情況好 我就說不好聽 連治外水供應也未必有 很貧乏 隨便在家鄉開口井 打水上來喝 骯髒 品質是沒有保證的 你不是奢侈到 賣汽水來喝 會擠膽 對不對 這位Dennis Zhang說這個情景很不合理 正常一個貧困人士一天三餐連基本都吃不飽 你只要去派汽水零食給他有什麼用呢? 難道會吃得飽嗎?幫到什麼呢? 我同意Dennis Zhang的反駁 就算買食物也不是買這些薯片汽水 在非洲如果要充機最方便的一定就是買薯仔 又易中而且價格又不是很貴 肯定比這屎薯片便宜 那你又不買那些正經的東西被人揍到 你去買汽水薯片拍出來 很難看你根本就找東西來講 這一筆就講完了 其實當日還有另一宗醜聞就是 有一名善長又揭穿了那些照片反老頑童 即是說那些助養兒童每年會寄一張照片 發現得到原來那些照片又重複 然後那些樣貌又錯了 孫明會在他們的Facebook那裡拍了一條片 拿來解釋整件事 他真的找了涉事的助養兒童出來拍片 又被他們找到 只不過很多女網民其實相當眼睛 他們的觀察能力很高 尤其是當他看到這名所謂的助養兒童 那隻左手的無名寺那樹 竟然是戴了戒指 即是被人發現得到原來這個助養兒童 連婚都結了 唉 你真是多愚蠢又穿崩了 即是一個人已經結了婚 還叫他助養兒童 你猜真是養兒一百歲長休九十九 那你要別人助養到什麼時候才行 所以又再出事 所以這些就是越揭越臭 越描越黑 你很難釋除公眾的兒女 根本你在釋除公眾兒女的過程當中 又引發一些新的爭議 你說多麼無謂 我們又看看香港宣明會的捐款運用的情況是怎樣 在2019年的財政年度 香港宣明會所籌的善款是超過九億港元 即是香港的人真是善心爆棚 他們就說在妥善和謹慎運用捐款的原則下 佔了總收入93.3%的善款 就用作投入國際教援和社區發展工作 幫助那些有需要的兒童及其家庭 2.2%用在行政費 3.5%用在籌款費 另外1%用在教育推廣 你信不信2.2%是行政費 這是他們公佈的數字 至於在九成三當中又是怎樣投入國際教援 他沒有再列舉出來 請在街上幫宣明會或其他慈善組織募捐的那些人 好心找過第二份工作 因為這班人基本上他們出的那份糧 原來有部份的錢是來自捐款人的佣金 即是利用別人的善款幫自己出糧 所以這是在道德上不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叫人家捐款 例如捐一百元 原來有三個半下了你的袋子 到底是在助養非洲的兒童 還是在助養你呢 那這些是否有問題 是否在道德上有問題 因為你在叫人家捐款的時候 你沒有解釋給別人聽 原來你自己也有錢收的 可能人家知道過河濕腳的時候 他未必捐的 真可憐 所以這些是有道德問題的 好 接著我們又說說另一件消息 就是關於這個所謂的安心出行的apps 昨天有一名公務員在網絡上爆紅 為什麼呢 因為當有些電視台去訪問他的時候 他拿著一部非智能手機出來 就說他是用一部舊式的電話 就掃不到這個安心出行 就是那些網民就讚他 說用這一種方法來應對 其實這名公務員的應對方法 也是很靈活的 你拿一部舊式的手機出來 事實上是掃不到嘛 網上也掃不到 掃到毛嗎 其實特區政府現在就叫做 找那些公務員笨的 在公眾層面來說 根本上沒有什麼人 是自願用這個所謂的安心出行 於是特區政府搞了一個先導計劃 就強烈建議所有的員工 以及公眾人士 包括記者 入到天馬南政府總部 以及大埔政府合署之前 就要用這個安心出行apps來作記錄 當然現在他就叫做強烈建議 遲些會不會強制執行就不知道 但是我很好奇 如果你真的要強制執行的時候 你怎樣執行呢 我都想問 你是不是每一個政府合署 或者是那些所謂的處所 你都動過人站在那裡 要求所有人掃了買完之後 給你一個手機看 看完之後 你才讓他放行呢 如果是就好笑 你安排多少人才救 不然那些人都排了長龍 你可以這樣做 做到最絕就是這樣 或者不用這些所謂的智行手機的人怎麼做呢 英國也有的 就是給你用紙筆來寫 就是用人手的形式來登記 我認為是特區政府做得出的 不過你做完這些事情之後 其實有什麼作用呢 市民不用都是基於 官民之間失去的互信基礎 你逼他用 到底你是在搞防疫抗疫 還是在搞大龍鳳 想向上邊領工 老實說市民這些無聊行蹤 現在都沒有人示威 你要來都沒有用 這些事情上邊也未必想知道 是不是林鄭上領工 所以搞這套東西出來呢 你說叫區議員宣誓 肯定是上邊要求的 這些安心出行 我看未必是 可能是林鄭自己搞出來的大龍鳳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